由基本法第五十四条开始 都是与行政会议相关的几条条文 今天就讲第五十五条 由基本法推广都道委员会的李浩然和张俊勇 继续与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节目 第五十五条就长很多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的成员 由行政长官从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 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人士终委任 其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 行政会议成员的任期应不超过委任他的行政长官的任期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 由在外国母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行政长官认为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士列席会议 这次就讲一下行政会有什么人来开会和他的组成 是怎样的 Thomas菲娥说 你看回第五十五条 其中一个重点是否任免由行政长官决定 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其实 这个主要官员里面有中央任命 但是立法会员就选出来 而社会人士就代表成人物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这些很重要的内阁成员 行政会议成员 其实就不需要中央任命 是完全由行政长官去自己个人的决定 去选择个人和任命 其实都是一种很大的放权 因为行政会议是接触着相当机密的内部资料 大家都知道 每次开完行政会议 人们都说我不能说 因为保密制 连谈过什么 题目都不能爆出来 其实保密制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一种基本法 给一个很大的权行政长官 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说得对的 因为行政会议一个重要机构的成员 都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给行政长官自己去决定 其实第一方面 当然体现了基本法赋予给香港高度自治权 第二就是 其实也看回它的性质上面 它是协助行政长官做决策 它是帮行政长官做事 所以给这个权行政长官去做这个拣人的权力 其实也是恰当的 所以也看到有两个特点 在整个架构的成员里面 从法律上规定了 他们一定要在外国没有居留权 然后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同时也是中国公民的国籍 才可以担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Thomas刚才所说到 由行政长官有这么大的权 去自己委任 所以他们的任期 也有规定 就是跟行政长官一起 不可以超过他的任期 所以从这两方面 就显示了行政长官 在选择行政会议成员的权力 也看到背后 其实是高度自治权 和行政长官特殊身份的一个显示 我们做第55条的搜集资料功夫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 重重复复 在我们做这系列的节目的时候 有人又提出一些质疑和疑问 就是说 有立法会议员可以加入行政会议 接触到这么机密的资料 那是不是又影响了三权分纳呢 这个是行政机关 还有行政机关的核心 你就把立法会议员放进去 那又继续了行政和立法 如果你看到这一集 你还有这个疑问 我就在这里提醒大家 你可以由第一章 第二章 慢慢看起 我们经常提到这个货带 香港是没有三权分纳的 你也不是真的在走这一集 这里很明显看到 其实香港的制度不是三权分纳 因为香港的制度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立法会 制定法律的机构 但同一时间 行政会议里面 这个机构基本上 是由里面的组续部份 其实不是互相制衡得那么重要 但是他有制型构式 但问题的制衡不是大家 还有他作为一个智囊 好像我们昨天说 他的性质是智囊的时候 希望吸纳各方的人等 的精英 包括议会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内部的东西 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都可以提供意见 做一些协调的交通 很多时候人们一听到 譬如好像Thomas说 我们不是走三权分纳 又开始起控 那我们没有了互相制衡 没有了check and balance 那怎样呢 应该这么说 我想两个机构 有互相制衡 也是一个政制的精神 但我想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提出这个质疑 其实将我们的制度 放进一个人质的诉求里面 其实是不恰当的 因为一个互相制衡应该是 机构对机构的一个互相制衡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所谓行政立法两个部门 同时有一些人是兼任两边的 也不是一些新鲜的事物 在港英年代其实也有不少出过的 行政立法两会的议员 当时叫做两局议员 所以其实是否纯粹透过的人 去希望达到一个制衡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你想想英国就可以了 你每次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纳 你想想英国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好像你说的 英国其实是議会制内国制 其实如果这么说 英国行政立法就完全没有任何界限 也没有任何制衡 因为你是选一班议员出来 然后由首相去找他的内阁出来 而那个内阁的人 和首相就是行政机关 必须要是议会的议员 所以如果这么说 英国因此而没有行政立法混乱 关系没有分割 其实也是不恰当的 我觉得第55条可以再讨论一下 其实行政会议是没有一个定额的席位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行政会议是有点是因时制宜 看看当时的行政长官需要谈些甚麽 就可以用行政会议 这个权给了行政长官 可以一直调整一下 因为行政长官认为必要是可邀请有关人士列席会议 他觉得必要就可以了 这个也很有趣的 任何人认为是恰当的 他都可以邀请列席 是可以出席会议 当然列席会议的时候 都是一定要遵守保密制 这个也可以说是行政会议 列席会议 这个也是有部份在香港的党派或政治团体 经常以此为由不加入行政会议 就说不能遵守保密制度 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在一些立法会的辩论 以至到行政长官选举的辩论 以至一些公开的论坛 都看到其实不少的议员 他在闭门的时候的状态 承诺的事情 表现 以及他在公开的时候 可以是受伺服蓝与不辭 所以行政会议 应该这样说 其实任何的政策制定都有一个酝酿期 还有一个咨询期 还有一个执行期 你的酝酿期很难立刻全部都摊出来 因为一旦有政策的转变 就会牵涉到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可能因为提早知道 就会做出一些部署 去减少自己的损失 那怎可能行政会议政策酝酿期的时候 大家在谈谈政策的时候 你就爆了些东西出来 所以我都不理解这套论点 我不遵守保密制才任行政会议 你讲什么 你知不知行政会议做什么 如果你稍微认识基本法 你就不会讲这么无聊的东西 浩儿和Thomas 我想我们都要理解 任何一个政府 全世界任何政府都是这样 它必须有一套保密制度 因为你在整个酝酿过程里面 其实它是在管理社会时 自然有很多利益的瓜葛 当然为了公平起见 其实必须要有很多配套 保密是其中一个 所以亦都为何重视 可能相关人士的一个申报或备職等等 其实这是整套的配套 其中保密在行政会议的工作过程 显得特别突出 下一条行政会议 开会原来都有一些规定 是写在基本法上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了 心员